Donna,去兜風啊 帥喔 哈囉各位,歡迎回來Allen Go Around 我是你們的Allen哥哥 今天要來聊關於前的事 第三集喔 那今天的主題是 剛你當踏進社會的時候 到底該怎麼樣才可以 迅速的累積出你的第一桶金呢 方法很簡單 就是要省啊 Allen哥哥又在說廢話了 相信我,你的第一桶金啊 絕對是靠省 省出來的 你要先把錢省出來喔 你才有可能會有鹹魚的錢 拿去做投資喔 不管你是要自己創業,投資自己 還是投資你的親朋好友 或是你要投資股票 沒有錢喔,是都做不到的呀 那年輕人省錢呢,要從日常生活的 食衣住行喔,就要開始省 要養成良好的習慣 那我們先說說食的方面好了 就是 千萬不要每天都是 老外老外老外 三餐老四在外 人人叫我老外 老外老外老外 好啦沒有,這是開玩笑的 偶爾呢在外面吃一兩頓呢是可以的 畢竟在家裡自己做飯呢 消耗的時間也是相當多的 時間就是錢 那到底要怎麼在食的方面省呢 艾倫哥哥自己覺得就是 少喝飲料啊 尤其是如果你有早上喜歡喝咖啡 或者是喝飲料的習慣 我自己覺得呢,是該借掉的 那咖啡呢我這邊所說的是 那種星巴克啊 或是什麼 那種咖啡連鎖店的咖啡啊 小小的一杯咖啡呢 就要賣你一百塊台幣啊 一個禮拜如果你工作二十天 二十天都喝咖啡的話呢 你就要花到兩千塊啦 兩千塊乘上十二個月 一年可以省掉兩萬四 就是一個人剛出來的薪水呢 其實我不太懂 為什麼那麼多人早上去上班的時候 喜歡拿著一個星巴克的咖啡去上班 我自己是覺得 剛踏進社會的年輕朋友們啊 他們可能會有個錯覺 就是說 今天我拿著星巴克去上班 就彷彿我踏出成功的第一步了 我現在晉升為社會人士了 所以呢 很多時候呢 是虛榮性在作稅啊 如果你真的要喝咖啡的話呢 你可以嘗試在家裡啊 自己沖咖啡喔 這樣呢 你可以大幅降低你的成本 那如果你平常有愛喝奶茶的習慣呢 奶茶現在在台北啊 一杯藥價也都蠻貴的啊 隨隨便便一杯就要50到80元了 如果你少喝一點 不但可以變瘦 也可以省錢喔 那再來說說十一住行的第二項 就是衣服方面好了喔 艾倫哥哥自己也覺得呢 如果你是剛踏進社會的年輕人啊 目前的目標是要累積出第一桶金 你放心 你就千萬不要想要買潮牌就可以了 你所需要擁有的衣服呢 你全部都在優衣庫購買喔 就可以了 像艾倫哥哥我自己的衣服呢 就只有 黑白灰三個要素啊 如果你常常看到一些潮牌在我身上呢 那些都不是我買的 全部都是我老婆買的喔 然後如果你們自己看一下現在 美國年輕的創業家喔 臉書的創辦人 蘋果的創辦人 只要是高科技公司啊 基本上都是 黑白灰樹梯走天下啊各位 黑白灰樹梯才是潮流 那鞋子呢更不用說啦 艾倫哥哥知道 現在年輕人炒鞋都炒得很兇啊 俗話說得好 勾子一返 傾家蕩產啊 或者是 如果你很喜歡喝椰汁 穿椰子 那這些東西呢都不要買就是了 超牌別再買了 很貴啦 那在住的方面呢 我們都知道 台北市的租金很貴啊 如果你是剛出社會的朋友 然後到了台北市 到了異鄉打工的話 租金呢一定都是你最大的開銷之意啊 那在租的方面呢要怎麼省呢 這方面呢沒有太多省錢的辦法喔 如果呢你剛好台北市有家 那你就千萬不要搬出去住啊 住家裡 住爸媽的就好了 這樣每個月呢 可以省下1萬塊的住宿費啊 那如果不幸的 你在那個城市沒有家 那要怎麼辦呢 那就是盡量找辦法 跟別人合租一間喔 在想要快速累積財富的階段 跟大家一起合租一間呢 不是什麼丟臉的事啊 如果你的臉皮再厚一點的話 那你就直接去寄宿在你的有錢朋友們身上也可以的 他們家如果有個小套房你也可以很厚著臉皮 每一天睡在他的沙發上面啊 這樣也是可以的 這個在美國呢都是很常發生的事情啊 那最後一項呢就是 行了 各位在亞洲的年輕朋友啊 當你省出第一桶金的時候啊 切記切記 千萬不要急著去購買汽車喔 當你買了汽車以後呢你會發現 買車容易 養車難啊 購買一台車以後呢 你會發現你每個月的開銷啊 是超級大的 汽車裡面呢 隱藏性的開銷啊 太多太多了 有燃料稅啊 牌照稅啊 外加你每次出去停車啊 都要付錢啊 然後把車開回家以後呢 如果你家沒有停車位的話 你還要為你的汽車 額外去租一個停車位啊 然後外加亞洲的大眾運輸系統啊 普遍是超級發達的 大眾運輸的通勤費呢 可以說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你只要確保你自己住的離公司近 這樣就可以大幅減少你通勤的時間啊 那你省下的時間呢 你就可以嘗試去經營一下自己的副業喔 那既然都說到這裡了 艾倫哥哥就跟各位說一下 艾倫哥哥在年輕時候累積財富啊 犯了最大的錯誤吧 沒有錯喔各位 剛剛你們看到的呢 就是我後面這一台車啊 這台看起來很帥很酷的車喔 那這一台車呢 絕對是艾倫哥哥有生以來啊 投資裡面最慘痛的經驗啊 這台車呢 在兩年前左右的時候啊 艾倫哥哥決定入手這一台車喔 那入手的原因是什麼呢 沒有什麼原因 就是艾倫哥哥呢 那一年賺了蠻多的錢的 然後呢 當時還打了一個德州撲克的比賽啊 幸運得獲得第三名 那第三名的獎金呢 是8萬美金 所以那一年呢 艾倫哥哥的錢啊非常的多 就覺得自己很屌了 30歲以前呢 賺到了第一桶金喔 那銀行戶籌錢很多的時候呢 要做什麼呢 就是 買一台豪車來炫富啦 沒有錯 當時的想法非常的屁孩喔 那有在看我影片的人們 你們都知道 艾倫哥哥也不是一個白癡喔 是一個精打細算的人 當初這一台車的建議售價呢 是11萬美金啊 這台車在台灣應該要賣個 快600萬台幣 沒有600萬也有500多萬喔 那當初我去車商談價錢 我是把這台車從11萬美金 彈到了8萬2000塊 所以我砍掉了差不多2萬8千塊左右 然後呢 因為我有開公司嘛 所以租一台車呢 多少可以節一點點的稅 那當時我就想說 嗯 公司的營運狀況還不錯 租這台車呢 又可以節稅 我們又有一個非常好的價錢 那我們就決定 簽了這一台車喔 那當初最後把這台車 簽走的時候呢 是簽了一個三年的租約 然後這一台車呢 每個月只需要付699塊 699塊 以艾倫如的經濟狀況來說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啦 小菜一疊 但是呢 租了以後才發現 要維持這台車的費用 可是很高的 這一台車呢 乍看是699一個月喔 但是你還要加上稅金 稅金呢 差不多在70塊左右 所以加完稅金以後 我們每個月要付750塊 然後呢 外加是租的車 所以你要買全顯 全顯呢 一年差不多在2000美金左右 2000美金左右 就差不多一個月要付150塊美金 所以我們的價錢呢 從750塊 來到了900塊 然後呢 這台車跟在所有地方一樣 都要繳繳牌照稅 所以每一年呢 要繳牌照費跟註冊費喔 牌照費跟註冊費 加起來 每個月差不多要付100塊左右 於是這台車的月供 就來到1000塊美金囉 那當每個月要花1000塊美金 在這個車上面呢 一年就要花12000塊 如果各位有看過我上一支的視頻 你們都知道 艾倫哥哥目前在投資股票的報酬率上面呢 一年差不多有20% 也就是說這12000如果我拿去股票市場滾的話 每一年可以多幫我賺2400塊左右 但是呢 我把這12000花在這台車身上了 所以說呢 我可以拿去股票市場投資的錢呢 每一年就少掉了12000塊啊 那各位要注意 是每一年都浪費12000塊喔 不是只有單單的一年 所以這個花費呢 那當我還在29歲的時候 對我人生投資累積財富的階段啊 傷害可是非常大的呢 所以廢話說了那麼多 結論就是租這一台車啊 我覺得三年裡面呢 差不多少幫我賺了 少說也有七八千美金啊 三年下來 外加我還要額外的花費36000塊 所以呢 三年下來我等於是 白白損失了4萬多塊美金的財富喔 4萬多買老婆一個開心 難道還不值得嗎 那最令我生氣的是 他說4萬買他一個開心值不值得喔 前面兩年我們在租這一台車的時候啊 這一台車幾乎都是擺在車庫裡面 沒有人在開的喔 因為我老婆剛拿到駕照 他說他一個人不敢開車 但是現在呢 他終於敢開車上路 所以現在這一台車啊 是有價值的 然後外加呢 我終於把這台車拿出來拍片了 所以這台車目前來說呢 每個月1000塊的花費啊 對我來說呢 是有點值得的 還算可以接受啊 好啦 那今天的總結就是 年輕的朋友們 如果你在累積財富第一桶金的階段啊 真的要節省開銷 食衣住行跟娛樂方面呢 能省折省 這樣相信你們各位朋友 很快就會累積出第一桶金了 當你游泳第一桶金以後呢 你才有錢去做投資喔 那艾倫哥哥我自己認為第一桶金的價錢呢 差不多就是在100萬台幣左右啊 所以剛出社會的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 省起來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們 別忘了幫我按讚 分享 留言跟訂閱喔 還有如果你喜歡投資理財的影片 記得把鈴鐺打開 這樣如果有任何投資理財的資訊 你們第一時間就會收到啦 那我們過幾天後再見 掰掰 我要去開跑車炸街啦 掰掰